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港币的价格是一千元一千元 现在的价格是一两万日元 一两万日元就是五百至一千元 四五百元 通常开价是两万日元 有人说价格是五万五都能成交 但这个费用是不包含酒店的 你要负责酒店钱 通常我们不是淫业的什么 不是啊 通常算责 但是呢 譬如我OK了 这个 你想想 你们说 LiMang too high Expensive dis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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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他说 LalaMang 七千元 我觉得好了 交建了 那我怎么去找酒店 带他回自己的酒店 时钟酒店 去那裡我們就是不認識的 通常附近就有 女生會帶你去的 女生會帶你去的 是的 都是你給錢的意思 時鐘酒店是什麼價錢呢? 幾千元都有最便宜 就是真的時鐘還是過夜 舉例 你只是時鐘而已 我怎知道有些人戰鬥力很強 一般來戰鬥力都是很短的 但是我覺得去那些酒店比自己的酒店好 因為你自己舉例 你謀不謀 我租間單人房 你帶個女生回去 他酒店真的可以 慢著你先生 有有權 我見你一個單人房 你不可以帶上 你面背在樓下 他可以這樣要求你 是 那剛才Banley哥不是說到的 說以前是不是傳聞來的 不阻礙外國人生意 這樣的 是 就不是傳聞來的 是 以前真的不想阻礙外國人生意的 他原因就不是歧視 他說試過呢 就講不念熟 是 就是說 你這筆錢 這個所謂欲金 包這些這些這些選項 就不包這些這些這些的 那你就不知道 以為 咦? 什麼OK 以為什麼都可以 咬不到數 就沒有人叫警察 結果就免麻煩 就叫我不做你生意 其實是這樣的原因 是 後來有一些就變成就 你是外國人 懂不懂得說 懂得說 懂得說都可以 有些會這樣 到現在 剛才不是說 現在外國人天下 在這個 新宿的大九寶公園 是 其實以前呢 從來都有旗街的 是 但是以前過去主要是一些 不要說國家 亞洲銳女子 是 大家知道 很多各種各地區 不是假妹的 現在就多數是假妹 大家如果好奇想打 打九寶公園 你打上youtube 是 你打出來的那些 你看到街上的那些人 那麼他就說 二十到問的有資 二十中間有資 都是那個價格 好了 那麼他就說 第一 經濟差 是啊 是啊 第二是什麼呢 那麼 有一些報告出來說 有四成幾個人 為什麼這麼賺錢 是壞邊犯呢 是 你真的猜不到他而已 我猜到了 你猜到了嗎 因為我每次都是衰果犯的 衰果犯 不是 包養牛郎 是 哦 是啊 沉迷牛郎 或者舉例他是 中間沉迷了牛郎 嗯 那麼他下的時候 喂 牛郎今天生日了 你不如幫我慶祝一下 開支香檳 多少次了 五十萬元而已 嗯 我沒有錢啊 那些卡碌爆 貼著吧 可以的 所以你上涉一下 那你下一個數 最後叫小姐 對阿 說不可以啊 多少呢 很少了 120萬元 沒這麼多錢 沒那麼多錢 就出去賺吧 那就變成了 他是有四十六% 是有四五成 是為了牛郎出去賺 但是他們說牛郎那個 我又不明白 為什麼他們的風氣這麼盛 為什麼他們不會去追求 還是因為草食藍的關係 沒有兒子追求呢 因為剛才我們都講過 牛郎就好想把學當然很厲害 把學的 第二就是日本的女性地位低 那你 我以前 現在不知道 我以前還是比較年輕的年代 我見過一對男女吃飯 那個男女撩完男 男女吃飯 那個男人走出來 我想說不用付錢 然後那個女生 瘋狂付錢 但是那些錢是誰呢 我看見那個女生賺錢 賺完錢 追出去 那個男人這樣撩完 就走出去 不是那個女生賺錢也沒關係 但是是不是那個 就像我和我老婆說 我給你一定表你那些十幾東西呢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你香港男人會不會 我起床走了 你不要走 我還沒賺錢 追慣出去 是這樣 那你牛郎有什麼不同呢 他哄你嘛 你享受一些 你明知是假的 但是等於有時候那些人下去 樂 club 有理想會 他講一些 哎呀 你這樣眼睛 我最喜歡眼睛的男人 真的很迷惱 你明知是漏的啦 不是呀 你聽書就行啦 一樣的嘛 不要說那男人就不是很責重 責不責重 但是男人在老婆 在女兒面前 你想吹水也難的嘛 是的 是不是啊 吹水也會想伸兩句 嗯 做什麼 吹你了 是 你想伸兩句 譬如被老闆罵完啦 想和我老婆伸兩句 喂 出來做事就是這樣的啦 吹你了 喂 你呀 吹花花是不是男人來的 你不喜歡就吵下去了 又沒有本事 又是的 吹你了 打一手十二年功 吹你了 之前 Johnny叫你去我睡 你不就有一個人 現在Johnny已經這樣這樣這樣 然後回來跟我睡 喂 那你沒有意思啦 一、兩次你不說 去到去就可以說到 他還會安慰你 是這樣的啦 你的人是很壞的 他就是欺負你了 你的善良嘛 等等等等 舉個例子 你是一個女生 你認識一個普通男生 你做什麼職業的 小姐 其實我賣任 吹 又會這樣 但是你落在牛郎店呢 小姐做什麼職業 我不是 你真是偉大 是 其實這件事呢 要放你自己尊嚴 真是不容易的 是 很欣賞你啊 至於你不是說這些 好了 剛才我們說到說 外國人的世界 以前就不做你餐飲 為什麼要這樣做 為什麼 新叔大九寶 外國人就相對是 比較吃香呢 是 原來因為 太離譜 那些咖啡在這裡做 就經常警察來蓋檔 放射 放射 那放射一中一招 第一次就會放人壓潰面 嗯 第二次呢 有一個會叫家人 說實話很大 罰款 喂 這些好侵犯人權 我叫家人 那 日本就是這樣 因為你第二次罰 那也是啊 你就罰我 你說我家人不告訴我 我家人想事嗎 他會通知你 可能這樣 通知你父母 罰款 最多行政拘留 好像三天 罰款 幾萬日圓 喂 那他計算 那幾天 家人又知道 又做不到生意 那些幾樣東西 喂 那不是啊 外國人呢 就像這些 假設我假設 我扮到不懂日文 那樣 這些安全 擺明不會是警察放射 那他反而安心做 但是他不怕你打完 不過那些日本人都會惹 就是進去 你說那些個人安全 那些個人安全 那是不怕的 因為 打 調轉了 引伸轉了 如果那些人害怕 又做這些事情 又要害怕被人打的呢 就是女生 害怕二萬殺手 那樣 這樣做封熟店 是啊 封熟店 或者我們叫做什麼 派遣外賣 就是人家上網 選完女生 就扔他去旁邊 有馬夫在樓下 沒錯 通常原事 有馬夫就開車 載回去 那你就很安心 就不用怕人身安全 那缺點 就是要 抽擁整個折給別人 但調轉 剛才所說 即使兩萬日圓一單 那他說 其實他們覺得沒有問題 是因為 嘩 即是他不開聲 我老爸仍然逆逆回去做會社員 嘩 數人資 很多個老爸 幾倍 那他就覺得沒有問題 那這件事 變成了一個風氣 現在 東地警察都打得很厲害 各位網友 不要說那麼多 哈哈 我下星期會 等一下正回來 我會看看 我們囚了一個日本販人團 那我們賺給你們錢 當然 不會貴的 一定不會涉及這些人 首先 我找你了 找你了 原章啤酒 作勢 對著燈火講 我們日本團 絕對不會直接涉及人家 哈哈 哈哈 OK 我們考察 是不是 我們不是拯救 是文化研究 真的要文化研究 這麼不知羞恥 OK 好了 我現在先拿意向 OK 五日四夜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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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沒計算 一筆都要 這些座底 五日四夜團 絕不涉及任何任戰的行為 喝飲食吃 喝飲食吃 考察 考察 有誰有意向去 就一 有意向 意向 不是叫你報 意向 一 沒有意向 不想去 好像台長以前說 我不想去日本 搞定 哇 日本仔 然後他不去完一次之後 一年去幾次 好了 那阿華 真的 我覺得 真的要研究一下 好了 反而我們想到 一句英文都不懂 我看他 How much 用英文 喂 不是呀 現在很簡單 現在呢 你再不然 你買定那些 那些意統 給他呀 給他帶的 不是自己帶的 喂 你是不是做妓的 你是不是做妓女 多少錢 他聽下去 就變成日文了 你說得這麼做 正正呢 其實現在的女生 為什麼 他們很勇約 為什麼 耳造日本人生 耳造外國人生意 耳造外國人生意呢 就是手機也有翻譯APP 是啊 不同的 當然不同 耳架很多 耳架很多 其實這樣看的 已經頓了 現在的電話 好像那些翻譯筆一樣 所以呢 你知道嗎 外國的學生笑死的 歐洲 那時候我看什麼 他們不肯學的 譬如歐洲 很多時候 譬如我英國人 我學過荷蘭話 我學過法文 不學他 我學了什麼 他覺得 如果我學了一個語統 即是現在 不是用那一隻東西 他現在有一個語統 帶進去別人講話 其實那個不是做的語統 就是變成他的畫 他有沒有覺得我學了什麼 那當然不同 當然要學 當然要學 你又不是學七樣 當然方便一點 真的要去日本考察 考察 好了 但是這樣說 聽說有個 我們不同的網友 在日本沉船 有什麼事 可以不可以說 因為我這個真是朋友 是 也是 也是網友 因為他有聽你的 是 所以很小心講 是嗎 不用小心 他不知道是誰 他知道我講他 我不是講他 我分享他的事件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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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去日本的時候 他一路很憧憬 是 認識個嫁妹女友 是 是 可惜錯過的時間 就是回香港工作 就比較少機會 是 在日本讀書 也認識不到 然後後來就 既然認識不到 有什麼方法 還有他講一樣 上次用APP來認識人 是 認識日本的加油APP 是的 但他又不是說二十多歲 比較大一點 不是說很大 大一點 那變成 然後呢 我沒有用的 我不知道 嘩 這個APP 你一定要 填真實年齡 我說填樓 他要你拿 身份證明 不敢轉嗎 來驗證你的真實年紀 他就會配對 你和你同齡的出來 雖然我的朋友是 年輕的 是的 那出來 哇 我看到的樣子很頹 就是和他同齡 那些日本女生 加不加多少歲 四十多 四十多 不是 但是其實他如果年輕的 男同女就不好 是的 男的很多四十多 結果就沒辦法 這個方法不行 那怎麼辦呢 給錢買是一個方法 是的 短暫也好 他就嘗試 他推薦一些網給我的 他說這個這個 這些多少錢 有些可能舉例 五萬 七萬 這麼貴呢 但是他說 你真的不同價錢 真的不同質素 那我 喂 等等 你剛才說 你剛才說這兩萬 兩萬一就是這樣的 那些是什麼 站在那裡 你自己看得到 有些還可以的 有些真的普通一些 但是如果剛才所說的 朋友說什麼五萬 什麼七萬這些 一定是挑過度過 甚至他 幾個幫助過 大學生來的 可能你說 哎 怎麼知道他真的是大學生 這姐妹很妙 他就問他 你做了什麼工作 我大學生要交學費 所以就做這些副業 你哪一家大學 他說呢 他真的在Facebook 找了一張照片出來 是啊 他真的在讀大學 真的是大學生 大學生來的 那質素說 想那麼多 見過照片 我讀得那麼多 可愛 結果就 如是寫了 就是找Party Girlfriend 有去酒店 OKOK 後來有一個 就很暗淨 就是用Apps 約出來 就是上網裡 入會 然後就光顧那個網站 怎樣給錢 去酒店 就是自然是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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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些上網 後來就耐久了 就有一個就光顧過 那就聊兩句 就是時候會聊聊天 如果大家都要玩遊戲 我朋友實在知道我講他的 玩遊戲很適合 他喜歡玩遊戲 他女生也喜歡打遊戲 就不是為了配合他 就是打這個遊戲 很好聊 然後就發覺 我又不想再找他 你知道嗎 你知道這句話 是 conjunction 其實未必會回頭 一般這些東西 但是他就回頭 就聯絡 不如再 好啊 約了時間 然後再 如此一次又一次 一次又一次 已經發覺 他每個月飛一次 哇 很難忘 之前他多久飛一次 以前就可能一、兩次 之前可能一、兩次 一、兩次 近來他跟我分享 因為我沒有開名 所以可以講得盡一點 那我分享的就是 他給我一些短訊 對他說 不如這樣吧 就是 日本的資訊又相對低 這句 我們私下說 不如 你可不可以 真的不再做這個工作 是 不如你生活費 我又看看 是不是幫到你啊 是 就是那些 如果說白一點就是包養 嗯 那女生最初就說 讓我想一下 那後來回覆回 我也看回日文短訊 其實多謝得好意 但是就 因為我自己就 不敢去依賴一個人 那我自己有交學費啊 哇 很嚴重啊 很嚴重啊 關鍵有一句 他就爆了一句出來 他說 因為呢 我自己 現在做這個副業 一個月大概在賺四、五十萬元 那我又不想說 依靠一個人 而變成我 我的每居住的收入會少了 就是他講了明 我坐底 還在收四、五十萬元 那四、五十萬元 老實說 你比香港你算 又不是那麼貴啊 那我朋友是專業人士來的 那他的財政也是沒問題的 嗯 但是 那個女生這樣說 還有我明白那個女生的 喂 他私下 是不是有男友包牛 我是完全不知道的 這些數字 嗯 那就是補充她說 他那個女生 福短信 不是說很貧密 他就說 我的性格我不是福得那麼密 那這樣 那變成有時候 他過去 日本未必一定真的去酒店 有時候跟他約會 去玩啊 吃飯啊 輕生日大家 那樣 那他回來跟我分享這件苦老事 那樣 你這個朋友呢 聽說是有聽說 是有聽說 是啊 所以你小心講 OK 我也都是沒有 我不會他啊 又不是我朋友 雖然說實在這樣 這個女生說的 那句話呢 喂 我不想依賴一個人 我現在呢 都四五十萬日圓了 的收入 如果我依賴你 你可以這樣想 是 第一 你就要給四五十萬日圓 最少 是啊 我不想這樣累你 很厭俱 我不想這樣累你 你的朋友會這樣想 嗯 於是他更加深 會沉得 另外一方面 就是那女生說 我不會做 我不想依賴一個人 但是你又用同一句話 你另外一個角度想的 不過你如果要包我 最少你要給四五十萬日圓 啊 這句是 有可能這句意思 如果不是的 我屌尼我怎麼要跟你呢 但是 如果四五十萬日圓是多少錢 兩三萬元 當五十萬日圓 五十萬日圓 五十萬日圓 兩三萬元 兩三萬元 是不是 那其實就不多 嗯 但是呢 這個網友 既然這是我們《啤梨漫步》的網友 喂 第一 這個就是 太遠了 太遠了 第二 你真的會覺得有結果嗎 記住 我們叫做 不過三 不是我 我聽別人說 我不懂的 我是很想見證的 是 什麼叫不過三呢 老虎屌虐一次過 哇 真的很想過 尤其是叫一百隻雞 我聽別人說 你突然撞到第一 有一隻 咦 我突然撞到你了 有些 mood 男人都是靈 你的身材很美 是個 mood 為什麼大家有些相同恨晚 你會再找他 嗯 好了 但是 中原來是這樣 不過 最多是三次 第三次 他送你出門口 你什麼時候拿來看我 難怪啦 我會省熱 你這樣跟他說 是哄他的 嗯 當你 他關門的時候 你轉著面 看到他的影 慢慢在門上 好像教父那樣 小了 他還帶著期待的目光 首先定了 慢慢關門 但你其實已經知道 你突然撞到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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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轉著面 你突然撞到你了 這個已經是最後一刻 因為 你再愛他也好 是不過三 不然你就會當入真情 但你 這個網友 你已經是多過三次了 過月飛一次 是的 我又 我又 永成子一樣的 沉船是不能勸的 對嗎 我原本想要怎麼跟朋友聊 我找一些資深的類似 碑里哥這些 不是我的經驗 我知道 但是大家人生經驗都說 尋著那些 沒得勸的 是沒得勸的 自己喜歡的東西 沒得勸了 那你自己就撿生 總之 如果你說錢買得開心的 也不是雙親 搞到屁股 賣田賣地 搞到家產人亡 他有沒有結婚的 喏 他是單身 本身專業人士 他收入不錯 是 他從來沒有因為這樣 感情事 搞到自己賺什麼 要借錢 從沒有這些 按鈕 從沒有這些 所以我覺得 既然開心 誰知道明天是不是世界末日 是 現在勸了他 明天就是世界末日 他不值 不過呢 我覺得沉船最嚴重的是什麼 沉船最嚴重的是 沉船最嚴重的是 他由 你聽我們講的好像很明白 他慢慢會覺得 其實 我用真情打動他 我真的 自己問自己 你看著白頸 我究竟是不是喜歡他 是 我是喜歡他 既然是這樣 我們打動他 不要說勇氣出負 我想跟他在一起 但是往往始於夢為 始於夢為 是 夢想的不同 因為呢 那個女生 就算最後真的被你打動了少許 也好 他都會想的 他想得比你多很多 我說了一百次 因為他是在這樣的場合上認識你 如果他在 其他地方認識你 可能你們真的會發展到 他自己會怕你 你會不會揭開我 等於你去看 訪問那些AV女優 那些民生的AV女優 他每個人都憧憬拍拖 但是 自己做得AV 都知道是難的 隨緣 因為哪個男人接受到老婆 這樣 當然有些人都會結婚 但是你都不會那麼膽追求的 因為自己是自己的 那我也要 我怎麼回覆我這個朋友呢 那 就是北京認識了很多年 那我要講我的想法 我是這樣的 我說 你當你去打個比喻 你有心理情緒問題 去見一個 我們通稱心理醫生 也就是臨床心理學家 心理醫生 你久了 見到他幾次 你跟他變成朋友 那你怎麼定性他是不是朋友呢 如果下次要出來吃飯 他沒有收你諮詢的診金 然後大家吃飯 最多我請你請我 那那個就是朋友 但是如果心理醫生告訴你 好啊 我們吃頓飯 不過呢 三千元個小時 是的 那那個只是換了一個場地 你仍然是在見一個心理學家 你仍然是在見一個心理醫生 沒有就算了 我這樣有迂回 太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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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 說真的 寬場無真愛 就算有的 真的只是生命的插曲 很難發展的 很難的 很難的 因為大家 說真的 你能不能夠擔保 你日後不會揭回這個倉碼出來 你只是想你做雞 你可能你會 你有風道不會 女兒都自給 他人老人的 他不會這樣揭 但是感情的東西 終於不能說 是啊 很難說的 好啊 好啊 謝謝長的 我的媽一 級請請請請請請 請請請請請至今